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每个礼拜一个小时会讨论的是最新的电脑 还有一些3C的资讯 此外今天还要告诉您 中国现在崛起的小米机到底对港牌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另外本周的精选APP也要跟您分享咯 而今天加入我们讨论单元的呢 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哦 我们首先欢迎的是财经专家庄振贤 庄振贤老师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另外呢我们要欢迎的是3C达人 同时呢也是Apple的研究专家 我们的董福星 董哥你好 一美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那我们看到 其实呢 这次要告诉大家 TAP5里头呢 这次本周的科技新亮点第五名里头啊 我们倒数回来看第一名呢 让大家非常吃惊的 TAP1就是呢 HTC的新机 M7即将要曝光了 不过呢 到底什么时候曝光啊 据说会是在下个月 也就是二月份西班牙巴塞隆纳里头 举办的WMC 也就是呢 世界级的电子移动通讯展 但既然呢 要展出来了 它的一些规格啦 完全不一样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家视觉方面的一个改变 其实大家现在都希望尺寸能够越来越大 我们看到这个4.7寸的一个手机 到目前我的大部分都往5寸 甚至还有人往7寸方面走 对 越做越大了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的尺寸是越来越大的 另外J4的这个手机呢是Full HD的一个解像度 并且解像度高达468个PPI 那我跟大家说468这个数字 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就是一个数字 可是如果我比最iPhone 5 362个PPI的话 大家可能就可以了解 大概这个解像度的这个数字 大概是增加了30%左右的一个数字 另外来讲的话 在这个硬体上面是 软体上面使用的是Android Joy-B的这个系统 大家可能知道HTT当初为什么能够代工介出来 最主要就是它在韧体方面它做比别人还强 所以它这个人机界面来看的话 就是这个搭配自己这个Sense 5的最新界面 再搭配Android Joy-B的这个系统 相比让它使用上更为的一个滑顺 但在硬体上面 这个高通1.7四核心的处理器 当然之前我们有提过说 四核心的处理到底有没有必要 不过现在要顶级嘛 就什么都要用最高级 而且人家说这次的M7说规格是顶到天了 是一个天皇级的 这是天王级 但是我们来看到了 说四核心处理器嘛 好这个不管它耗不耗电啦 但是事实上四核心是现在目前必走的趋势了 那不过呢我们来看到 它的这个画素的部分 我们就以它跟iPhone 5来讲好了嘛 那这个呢它是后面是1300 然后前面是200 那iPhone的话呢 它其实呢前是120而已 那后的话是800 那这样比起来是真的有差很多吗 郑贤哥 其实我自己来看的话 其实画素革命啊 大家可以发现 为什么到一天以上就顶不上去了 最主要是大家已经感觉 没有办法感觉出它的差异了 我记得Nokia之前做了一个3000万画像素的一个手机 结果后来是证明 拍鞋带已经没有感觉没有feel了 对到了一个成绩之后 其实三四百的革命过去之后 你81200其实可能就比较没有什么了 等一下为什么我们的董哥一直来举须牌 董哥是为什么 这个我对HTC还是有点意见 你想想看 我们过去年大概10月多的时候 我们才有HTCJ 然后12月的时候我们又有HTC Butterfly 才两个月而已你就换一只鸡黄 那你现在又过两个月 又要有一只鸡黄 就鸡海战术吗 他们一向都这个样子 不过他们去年才讲说 我要一年一只鸡黄 那现在才半年而已 就三只鸡黄了 而且就是后脚踩前脚 我就这样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还包括什么呢 其实董哥你手上的手机 其实就是这一次iPhone 5 对不对 发现它的背面 其实就跟我们的这一次M7 长得是一模模一样样 所以很多网友都说 这甘是真的 好像说这样子的这个规格处理起来 好像跟上一代的JoyDNA来讲 好像跳脱太大了 甚至是不是有想要模仿 模仿这个Apple的这个可能性 那这一哥我们再继续来补充一下 看看这个M7 它的激黄还有什么样不错的地方 我觉得在记忆体上面的话 它直接就冲到顶了 就到32GB的RAM 所以它也不再支援扩充了 因为32GB就够用了 而这个四核心的这个处理器 本身也内建的2GB的RAM 所以我说这应该是一个顶级的设备 不过我刚回应董哥所说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因为我们知道HTT过去是台湾之光 在去年 一样在西班牙它推出了激黄的时候 股价可是不得了 可是它是到过天的 现在在推出这个激黄 感觉股价是在地板上 那HTT现在也想改变地的策略了 明显看出来 它过去的一个基海策略 没有办法 反而让存货集中 因为没有办法 大家很多的东西都卖得不好 大家想等下一波 等下一波 应该还有吧 现在来讲它现在决定一次就出到最顶级的一个政策 我们知道王雪红董事长 这一次在看完电影之后 偷偷告诉我们 今年是HTT正出来起闭的一年 我们非常期待 这支的新的一个手机 可以发挥所谓激黄的一个效果 不过我们也提醒大家 这样子一个高规格的东西 似乎在全世界其他的手机厂 并不是一个例外 我们看到不管是日系的Sony 或者甚至中国大陆自己的品牌手机 都可以推出这么高规格的东西 这一次HTT的仗并不好打 好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很多人还有一个问题 包括了什么呢 其实这个东西啊 为什么说这个资料来源 明明二月份的那个WMC展 MWC展还没有展出来 这个东西是从一个爆料天王网站 就是Everlake里面流出来的 这个网站之前 其实曾经成功地预测过 很多机种他们的新机的一些食品 但这一次由于这个图片 真的是让大家太难以想象 当然这是HTT的风格了 因此到底是真是假 还有Everlake这一次呢 会不会自打嘴巴 大家也都在等着看了 不过呢 我们谢谢郑贤哥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Top2 那Top2的新闻呢 同样我们来看到的呢 就是iPhone 5S了 讲到这个呢 马上来问一下我们的董哥 董哥是苹果的爱好者吗 所以说这个手上这一支 这一支他大概是什么时候购入手的 我大概在圣诞节前才排到 才刚拿到 还不到一个月 二月 十二月 但是但是人家说 你看iPhone 5对不对 5S马上要出来了 而且还会配一个叫做指纹感测器 什么是指纹感测器 这只是简单的开关锁吗 还是 其实我们会这样想 因为现在其实手机 大家都已经到了一个技术的顶段 所以会往功能面去做发展 那这一次如果说苹果是搭配指纹感测器的话 它可能就是会变成行动支付 例如说我可以把我的信用卡情报存在里头 但是如果说这样你拿到我的手机 你也可以去刷卡不是吗 不是很危险 尤其现在我们在上个礼拜才刚推出 说可能那个信用卡跟手机绑在一起 这种行动装置的电子钱包可能是未来的趋势 那所以这个可能也是iPhone 5S他们看上的点 还因此收购了公司嘛 对不对 对对 它收购了一家指纹感应器公司 那如果说我今天完全没有任何 完全不用做任何改变 我直接在荧幕上面就可以感应到我的指纹的话 但我今天我要消费 我直接在那边感应的时候 手压上去 然后就可以直接刷卡 这样子不是很方便吗 对那但是呢 问题是我们又要再说一次了 5S大概会什么时候出来呢 这恐怕消息一出来让董哥非常的心痛 因为据说他们现在呢 三月份就开始在慢慢的在实测 而且呢可能就会慢慢的在做测试 而且六月份你看不到半年哦 半年左右而已哦 5S又要上市了耶 那这样对董哥来讲 会想要再去逐新机吗 会想要吗 心情很差啦 但是已经习惯了啦 一年一支iPhone 然后台湾上市比较晚而已啦 果粉 对啊 不过我这样讲说 苹果通常来说 过去的话 我们看到iPhone4跟iPhone4S 都是在六月的时候发表 那如果说我们确定它在六月发表的话 其实四月苹果就会出来宣布他们新的iOS 那这一次的话应该是iOS7 如果说我们等到六月才看得到的话 那可能就是依照新的时程 我们就要九月才看得到了 九月才看得到 但是呢有可能哦 因为现在不只说5S哦 甚至连iPhone6哦 都已经听说是已经在开发了 对不对 是有可能的 因为依照苹果的进程来说 像这一次的话 5的话就是以轻薄然后长型为主嘛 那5S应该会沿用它原来的外观设计 是 通常的逻辑是这样 对但是苹果不会等你 苹果会一直往下走 所以说尽管可能是后年才会发的东西 那苹果 应该是明年 明年才发的东西 苹果现在就应该已经在开发了 所以说谣言也会慢慢不断不断传出来 但是现在又在说啦 关于这个谣言哦 盛销成上呢 就包括了还有一点 就是到底苹果会不会推出低价手机呢 我们小豆腐 其实董哥也不要心情太差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反正你iPhone5S 你等不到了 没有关系 直接下一笔就入手iPhone6 可是对我们这种小资女来讲哦 欧巴桑啦 或者是奥迪桑 或者是呢 我们手机 没有办法承担得起 这么高消费的来讲呢 去年年底市场就一直传言了 iPhone他们这个公司 Apple公司呢 会再出低价版的 甚至是塑胶壳的这个壳子的iPhone 甚至后来他们自己本人呢 是有跳出来澄清 不可能往这个低价的市场来走进 说这样是等于说 有点反驳了贾博士当时的创作理念 但是董哥你觉得他们真的有可能 往低价的市场来做动作吗 我觉得哦 苹果不会出一支廉价的便宜的iPhone 因为这个东西跟苹果的美学不一样 我不可能往后走 我一定要往前走 但是现在一支iPhone呢 我们大概是两万一起跳嘛 好贵哦 两万一起跳的话实在太贵了 而且苹果自己也讲说 我是赚一半 我一支手机赚掉一万块 那贾博士过去讲说 苹果不能太贪 苹果要让大家都可以用的东西 就是我相信5S或是6出来的时候 苹果会降价 那这个东西就要给苹果一个赞 好那但是呢 不过我们话说回来哦 那刚刚看到的是HTC 是iPhone 想到呢 我之前呢 两年前在美国交换学生的时候 看到老美那些学生里头呢 人手一支都是Blackberry 都是黑莓机 因此我们看到Top3呢 到底黑莓机 它在键盘被淘汰的时代之后 它要怎么样呢 再走进智慧机的市场里面呢 我们董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一支的日时在月底 在十月底 可能就会推出了 这刚5Coding 它有办法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我们来看一下 过去的话 黑莓实在是被Android 跟Apple的iPhone 打得非常的惨 那这一次新的 完全是跟上新的规格 而且不再走过去说 有键盘就比较好了 它完全就是符合触控的习惯 完全智慧型了哦 对 完全你看到 然后这些规格 125克 然后1.5G 然后2GB跟16GB的空间 4.2种 全部都是主流规格 然后包括还有高密度的 335Bi的面板 但是问题是 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硬体的时代了 那黑莓过去 其实最强的是 它在企业上的应用 例如说我传给你的简讯 中间不会有人看得到 那在手密上面 是非常的有效 那这一次手机本身 我们就其实没有什么亮点 就跟大家都一样嘛 对啊 叫它怎么打得出 一般的消费端市场呢 对啊 消费端是没有办法了 但是企业要怎么用 就是我要怎么去保密 然后我有什么办法 能够让我们今天 在公司里头的 各种交流 各种信息 能够更保密 更安全 那这就要看那个黑莓 会不会跟着软体一起出来了 能不能反败为胜 就是看这个软体的关键 而且除此 他们说了之后 黑莓机还会再出一款BB10 还是有双荧幕的 而且呢 他们现在也放话了 我现在我要来玩 鸡海策略 我会在今年呢 会出六款 十个不同的黑莓产品 那但是呢 他们是不是有办法 从资讯端保密的 这个杀手锏的功能呢 一直有办法 运持他们这个盈与 这可能就是一点了 好 那么很快再看到 Top4 那Top4呢 其实就是中芯旗舰机种 因为呢 其实中芯呢 ZTE ZC呢 它现在呢 是一个中国的品牌 大家可能还蛮陌生的 但是我们稍后有一提到哦 它的品牌呢 可能在未来这一年 也就是2013年哦 它的市占率跟销售量 都会非常的亮眼哦 此外呢 它也打了一个子品牌 叫做Nubia 这个Z7呢 也是曝光了 这个在这个礼拜的CES落幕之后呢 马上哦 除了Grand S之外呢 又有一款新机了 但是我们来看看的哦 是 第五则 Top5 这个就神奇啦 因为卫星电话哦 它存在已经很久了耶 那为什么到现在呢 它又反攻了 原来就是因为 卫星电话开始要收费上线了 马上呢 再请我们的郑贤哥来 跟我们解释一下哦 因为大家对于卫星电话呢 可能是还相当的陌生嘛 是的 其实我们来看到 我们不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需要哦 尤其我们现在来看看 它的这个月租费 大家可能会有点惊吓到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月租费 现在越打越省 甚至才网内户打免费呢 对都不用钱了 而它的基本月租费呢 每分钟 其实你使用基本型的 你都要27元 那你如果不用 而且用预付型的话 你一分都要收到31元 现在简讯啊 我看还有两百通免费 还三百通免费 MS什么都不用钱的 它现在一通要收你11元到12元 更别提这个卫星电话 如果你今天啊 是用预付型的话 我们到现在很多榜约 都是现在零元手机的 可是你用预付型的话 一支三到四万块钱 你还要掏现金出来买呢 那我们就来提出 那这个东西到底要提供给谁呢 可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说到底谁来买呢 其实因为卫星的话 就是无孔不入 无远佛界 几乎每个地方都有 当初其实最常用到的是一个 救难的一个性质 比如说有人常去登山 有人常去航海 那这些情形呢 是蛮常用到的 到后来商业的普及用在哪里 就是所谓的船员 所以我们来看下一张 来告诉大家呢 透过小词典告诉你呢 什么叫做卫星电话呢 我们看到它不走一般的 我们这个可能是WiFi啦 或者是3G啦 或者是无线基地台啊 它走的是什么 它走的就是卫星通讯啦 所以我们刚刚正一个讲到了 今天你在沙漠嘛 还通哦 尤其呢在远洋的船之上里 到了公海 到了外海 有卫星的地方呢 它就有办法通讯 但反过来说了 你没有卫星的地方怎么办 事实上呢 由于卫星的照射的地方 是无远佛界的 那最常用到的是哪里 大家如果看到一些空难的电影啊 或者是坐在机上 奋斗的打斗电影 看到通常这些小姐 都会主动打电话 这卫星电话的 无核时候都会通的 另外一个最特别的地方是哪里呢 也就是如果你正在飞机上忽然想打电话 我们到了飞航安全 是没有办法使用卫星电话的 而是没有办法使用一般的手机 一般的 对 那时候你就可以使用付费型信用卡 刷卡时候的卫星电话 那所以我说最常用到的就是飞机上 以及海上 很多的船员 因为在航旗在海上漂泊 并没有办法跟家人有进一步的联系 通常都是share一个卫星电话 然后平时呢 彼此互通有无 这样的情形呢 就非常容易发生在航海 或者是在飞航上面 我们刚刚看到一直来踢馆的董哥 这一次 他不是iPhone你也给个赞 为什么 是一定要给个赞 不过我讲说 这个东西三万块四万块 手机你要买下去很难 除非我是走行世界的军火商 我才去买这种东西 如果你是军火商 你也不需要这点钱了 对不对 我就不差这点钱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记不记得之前88 phone 在面村这些事情 那个时候就是这样 买的卫星电话 或什么都不会用 那其实我觉得就讲说 像这种东西应该在偏远山村 政府就应该买一只 然后大家就跟手机一样 拿起来就可以打了 这样子有什么意外的时候就OK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说我要去登山 然后可能会遇到台风的时候 就要提供别人日租 然后让你租上去一千块两千块 至少你在危机遇难的时候 可以马上打回来 对因为常常发生 台湾其实很多的天灾 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山林 还是很多人喜欢在登山 那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这个其中的商品化 好像也比较不针对 是一般的个人 反而或者说 我们的政府企业 或者是一般的企业行号 它是比较有可能来去购入 因为他们或许会有这样的需求 不过我们现在 马上来再问一下了 像这样子的卫星电话 你们两位会 自己会想要入手一只吗 我知道董哥不会 因为你不是军火山 虽然你给他一个赞 对 我有iPhone 我有iPhone就好了 是啊 其实我也不会 但是刚刚董哥提到 一个最有趣的议题 其实这个问题 刚刚才没有特别想要讲 不过董哥这样提出来 我就来说 卫星电话最特别是什么 避免监听 我们几乎所有的一个电话 其实老实说 都可以在国家的控制里面 被监听 所以如果你有看这个 Jump Farm最新的一个电影 看到他们用的电话 几乎一定都要是卫星电话 因为这样的话 可以避免这些通讯的一个监听 也因为有这样子 这倒是一个冷知识很棒 对 也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可以避免监听的一个 所以在一个极权国家 几乎都不准你带卫星电话 因为怕你偷偷的去讲了一些 这些国家的秘密 或者用很多的方式 偷偷传讯到卫星去 传讯到别人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说 我们竟然不是军火商 也不是这个间谍 所以通常讲 我们是不会使用 这样子的一个电话的 再补充一点 其实像这样的卫星电话 它其实是无远否届 但就好像我们的GPS的 一些卫星的 一些导航的机子 有时候你在室内 是没有办法收到的 因为毕竟室内 有一些死角 一些比较隐蔽的 一些屋檐内 它反而没有这么好用 所以说到底 这个卫星电话 未来在商品化 普及化之后会怎么样 我们可能还要再想想了 好 那我们也谢谢郑贤哥 那下一段回来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呢 就是到底台湾跟国外 尤其是中国 比起来呢 我们的这个鸡海战术 还有我们的品牌手机 到底输在哪里 另外呢 小米机来势汹汹 会对于港台的市场 有什么样的效应吗 休息一下 我们稍后来讨论 我们在那之前 我们会不及 请рон站在纱海络 车上 转发 二 巨够 谢谢大家